神州名胜满目盈 文石古迹任远行 大家好 我是任远 现在我所处的位置啊 是宾州博星的兴国寺景区里边 这边啊 隐藏着一处国宝 那么这一期啊 咱们就去一探究竟 这个景区的票价是20块钱 3A景区 这边的建筑全部是后来新建的 但是不得不说 东魏天平元年 这里就已经有四了 名字啊 就叫做兴国寺 这样咱们直奔主题就去杖八佛殿 眼前所见便是杖八佛 这个造像雕刻于东魏天平元年 也就是534年 是一个青石立式原雕造像 通高7.1米 象高5.6米 赤足立于富联座之上 高肉计 面方圆 身着包衣 薄带式 通奸袈裟 内着僧齐之 双手诗 无畏于怨印 如果讲这些确实不是很明白 那么看看这张图片 大家就更清楚了 这个联座上刻有历史 博山卢 加罗罗 供养人等 可惜的是已经漫幻不清 而最让人觉得罕见的 便是他的雕刻年代 东魏 前有尔珠蓉和音之变 后有高欢攻占洛阳 然后实际掌权 这个北魏的皇帝 就如走马灯一样 换了一届又一届 光废帝就有三位 在公元的532年 这个高欢就立了元修为帝 就是我们熟悉的孝武帝 但是这个元修 实在是受不了高欢实际掌权 所以在公元的534年 就投奔了长安的宇文泰 同年高欢就立了元山剑为帝 这就是我们熟悉的孝敬地 然后他把都城迁到了叶 这就是历史上的东魏政权 可以说传下来的物件 少之又少 但是像这么高的石像 居然能完整的保存下来 在公元的550年 这个高欢的儿子叫高杨 就接受了这个孝敬地 这个元善剑的善让 然后建立了另一个政权 那就是北七 张八佛石造像 是目前我国平原地区 发现的北朝时期 单体原雕石造像中 最大的意见 造像保存的比较完整 雕刻精美 造型生动 是我国北朝时期 不可多得的石刻艺术真品 先不说张八佛身体各个部位 比例准确协调 刀法囚境有力 从右前方看佛像 通神透露出一股慈悲肃穆的气势 从正面看 佛像的面目表情 庄重而慈祥 大家可想 在1400多年前 人们完全依靠手工 是如何把大约19吨重的 巨大莲花座 安放在夯土层上的 然后又用什么办法 将如此巨大的佛像 立在莲花座上的 这里距离黄河并不是很远 历史上连年不断的洪水侵泡 再加上无数次的地震摇动 但张八佛不倒不斜 人亏然屹立 这不能不算是一个奇迹 据我所知 全国一共有五处现存的张八佛 在山东境内 咱们看到的这个算是一处 然后德州有 滋博有 青岛也有 在陕西境内 咸阳也有 然而这五处 这个张八佛 只有咱们今天看到的这尊 是雕刻于东位 是不是很珍贵呢 所以啊 这里才有了这一块 国宝贝 不得不说 隋唐到明清都对寺院进行过重修 清道光年间 寺内建有非常多的建筑 清末私废 仅存正殿 民国初年啊 正殿坍塌 造像就暴露于天 出于一些原因 后来造像头部被锯了下来 20世纪70年代末 村民又将其安上 2001年 在国家和省文物部门的引荐帮助下 这边接受捐款 建成张八佛保护院 面积啊 是9450个平方米 现在张八佛位于新国寺 张八店内 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也许是维修的原因 总感觉眉目不是那么疏了 作为一贯不拍佛手的我 今天也是彻彻底底的违规了一次 很多人问我不拍佛手的原因 其实啊 就是人人都有敬畏之心 好了 张八佛就为大家分享完毕了 那么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喜欢远视频的 记得点赞 关注 评论 转发 我们下期见 拜拜